你甚至都不知道到时候要该向谁求饶啊 啊 我们这个手不要这么装哦 好 那我们就毁坏它吧 啊 别拎着我 还有 别搬我的 啊 大家好 我是胡尔大 我们继续来录制mindhike心灵hike的第三章 那么这一期呢就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 因为EA版本只有三章内容 那这游戏讲是我们这个主角能改造犯人们的心灵啊 能把它变成好人也能摧毁他们啊 就这样的一个游戏啊 没有看的观众呢推荐从第一章开始看 如果视频看喜欢的话 希望可以点赞 所以我平常真的很重要 拜托各位了啊 然后咱们在第三章开始之前呢 要做一下这个第二章的内容补充 好 我们现在来到的场景呢 是第二章的开头这里啊 第二章的犯人是柜子 大家还记得吗 我当时是选择没有看档案 因为我觉得这个档案呢 可看可不看 结果我录完实况发现 不 我错了 这个档案其实有讲一些世界观啊 我觉得还是有看的必要的 我当时以为只是讲这个犯人犯了什么罪啊 那这里可以看到呢 这个档案是关于拉格姆这个教的啊 其实如果当时我看完这个档案 玩游戏可能就更好的理解了 直接看一下这个拉格姆教吧 那关于这个拉格姆的房子啊 或者是拉格姆教团 拉格姆教团是近些年兴起的宗教崇拜啊 那拉格姆教团的名字呢是通过啊 十年前发生过一场那么零级bug的一个显现啊 那这个bug呢叫做 叫做the fatal error啊 叫致命错误的出现 那这个组织呢就通过 虽然这个恐怖的威胁会再次发生啊 然后来吸引这些这个追随者 就是说哎呀这个bug还会再发生 哎别别当人了啊 成为这个无疾无教吧 成为家具吧 来来吸引人 那教团谴责这些bug呢 实际上都是人类贪婪的这种显现啊 相反的 呃储存反而是一种美德啊 这个教团出名是因为他的非法示威活动啊 还有一些对于追随者们的一些经济剥削 就是说你是我们这个教的信徒给钱吧 他们也将能对抗灾难级bug的人呢 称作为英雄 并且还热切的等待着金雄的到来啊 好这里讲完了 好继续看 这像是打开了一个什么金书一样 我的天哪 这是拉格姆教的这个圣经的一些节血啊 那么一切有生命的这些状态呢 一定要回到这个无机物的状态 变成一个容器 纯净又干净啊 那是因为我们真实的 还有神给予我们这种形态呢 其实他应该是易携带的 而且是方便组装的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柜子呢 把那些受害者们都变成这种形态啊 我们很渴望这一天的到来啊 我们将被处置在拉格姆神圣的房子里头啊 作为他的椅子还有桌子呀 结束了 这是关于拉格姆的房子啊 就拉格姆教团的这些声明 那相关的事情呢 和拉格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据我们了解这个嫌犯呢 在过去的时候就已经被拉格姆教给开除了 哦 一表情又跳过去了 让我们看一下啊 那亚马姆拉的这些行为呢 这些主张啊 跟我们的原则呢是没有关系的 跟我们的任何活动 以任何的形式都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拉格姆教的声明嘛 就是说亚马姆拉跟我们没关系 把我们看这边 那我们对这个事件呢 表示强烈的愤慨啊 也对四名受害者呢 表示慰问啊 那如果拉格姆教不发这个声明的话 可能就会被当邪教给处理吧 全给抓过来的 那么以后呢 我们将不会回答任何的问题 很感谢大家的理解 啊 那这个档案还是很有必要进行一个补充的 可能更好的去理解上一张的剧情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第三张了啊 哦 开始了 我们这次手铁的花反而变得更多了啊 感觉这个景象还挺好看的 你好 医生 我们度过的日子就像做梦一样 不是吗 就好像我昨天才刚刚遇到你一样 我们命运一般的见面呢 如果我们见面的时候 你还是个孩子呢 你当时在孩子们的心灵骇客锦标赛中啊 你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天赋 那这场比赛的规则是看谁能更快的 然后更准确的能收集到这些轻度bug的这个案例啊 那所有的目标一旦经过你的手 他们的表情都会变得美丽 就像一个破光的立方体一样 直到现在 我还没有忘记我那天我的心脏在砰砰直跳啊 就好像我发现了一个闪闪放光的宝石 诶 你不是个AI吗 你这个你还真有心脏可以去跳啊 难不成你那个时候是人 我送给你一份礼物 来表示你优秀的表现呢 当你站在讲台的最顶端时 一束花在你那边盛开 我亲爱的医生 我非常开心啊 你特别喜欢花 看一下档案吧 这是今天的工作 而且对你这样的天才来说呢 并不需要这些档案 出过档案之后呢 来到这个调试房间吧 今天这个档案我咱们一定要看了啊 我们一个一个开始看啊 正好是一个什么新闻 揭选当地的报纸 讲这可能是关于我们第三章的犯人的事情 那今天是致命用错误的清扫行动的十周年了 在那场行动中呢 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啊 在平民们 清扫的行动者们 还有那些看不见的bug们的斗争之间呢 给社会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这个记号啊 那大家看过前两张实况的时候 一些也知道了吧 在我们这个部门成立之前 队长和医生他们就已经在对抗那些bug们了 就是说十多年前的事 那十年前呢这是有一场这个大行动的应该是 那这个行动的结果呢 也是促进了心灵骇客这个技术啊 的成长 那就可以在bug游泳者显现之前呢 就把他们给改变了 我们绝不能再让这段历史呢 再次的发生了 目前仍有很多的问题呢 还没有得到解决啊 就比如怎么照顾那些幸存的居民们呢 还有那些退伍的军人 我总觉得这个游戏啊 跟现实沾边 但又不完全沾边啊 他一遍呢也是一个架空的世界观嘛 看一下第二档啊 那这段也是节选之报纸 我这个报纸是个小报 这个报纸上面就是恐怖的预言 难道第二次的这个致命错误 这个bug会再次发生了吗 那在十年前呢 这个世界上发生过一场 灾难级的bug啊 致命错误 让世界呢都为之颤抖啊 那人们感到很恐惧啊 啊听闻到啊 这个致命错误呢会导致 那种大范围险的灾难冷冻啊 青岛行动因为特种部队的力量啊 然后成功抵御了这个灾难的发生 然而那我们这边的员工啊就发现 这个致命错误这种bug啊 在三年之后还有再发生的啊 就是说之前的青岛行动 确实是被阻止了是吧 不过大家在害怕第二次的到来 这种小报纸很喜欢发这种消息啊 那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啊 以十年为单位啊 这种灾难的bug呢会偶然出现啊 那看一下这个循环吧 很明显啊 致命错误会再次出现的就在这几年 为了抵御接下来的世界末日啊 所以本报刊啊 准备了一个特殊的这种护身符手环啊 说白了半天也在那卖货呢 真的无语啊 看一下第三个打 大家看到这上面是有张图 这应该就是第三张的犯人了啊 感觉挺厉害的啊 那这是一份报告啊 是Hotfix在这个扫除bug行动里的这个报告 零级bug重创了Hotfix这个组织啊 那Hotfix这个组织的名字呢就叫做零级bug 扫除特种部队 说白了就是十年前的这场灾难 通过这场灾难的这个部队啊 就成为了Hotfix这个组织嘛 有52个人都死去了呀 可能是由于这零级bug 它散发的这些粒子啊什么的 bug的粒子啊显现 然后就传播到了附近的这些军队啊 还有民营的身上 导致了一个小小的爆发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上 确实是有一些粒子的这粒子被人吸到的话 估计人会得病啊会死 此外在bug显现的时候 他们会删除还有负血宿主的这个人格啊 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 那是有遍体可以继续保留 他们的生物特征继续存活的啊 那指的就是我们这张的这个犯人是不是 那我们这里解释一下 那么有些人呢 他一开始在脑子里就是就是有bug的 不过呢他可能不会显现啊 或者是呢他有一点显现了 然后他就开始犯罪了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扫描他 然后判断他是一个bug的运用者 如果他真的显现的 就像我们第一张开头的那个人一样 他就会彻底的身体爆开啊 爆发出那种病菌性的那种粒子 然后就会引起大爆炸 还有那种灾难性的冰冻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那有的这种遍体呢 他是bug完全这种显现了 他会炸开 但是问题是他还能活着 还有有自己的意识 这种情况呢就比较罕见了 那在52个死亡案例中呢 其中有7个呢 已经接触过这个bug的变体 虽然是无法精确的能判断 这个变体造成的这个死亡人数 不过确定呢 应该是有20个以上的人 跟他有关系 结束了 我们答案都看完了 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们更加进一步的了解了这个bug 以上就说明这些世界观 还有我们这次省区的犯人啊 好之前我们就去走廊吧 哎哟哟哟哟 什么事情好吵啊 什么事好吵啊 一下就关了个门 已经足够了 把你手拿开 别拉我 要不然我就把你的刺弄断了 别这么刻薄 某某菜鸟 我们是朋友的吧 你离我原点 你的刺在捅我啊 还有谁是你朋友 哎呀 医生 我很抱歉引起了这么大的骚动啊 哇医生是医生吗 嘿嘿嘿好久没见了 还记得我吗 这不是我们第一张有腻的吗 他现在已经被改造了成这个样子了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衣服啊 就像是一个乐天派一样的感觉 好我们可以选择了 第一个选项是这是谁呀 第二个选项是为什么这个暴徒可以随便走呢 这一张呢我们确实该选一些黑化的选项了 我们在这个第三个犯人身上使用黑化选项吧 在这边呢就是还是好好说话啊 我问了一下欣然啊 这个过分友好的人倒是谁啊 我们的组织确实妄性大 他已经忘记了有腻的这个人了 在第一张的黑客之聊结束之后啊 那个也是有个报告嘛 说这个有腻的和成员的关系搞好了 可能这边就有体现吧 他之前就是那个改造目标啊 他就是那个叫自己黑色阳光的人 我的意思是我明白 他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你已经不能区分他了是吧 哦小阳光嘛 嘿嘿 一上是我呀 我是有腻的 我工作特别努力啊 就是因为我好想见你啊 我每天早上都起来得特别早 我在努力的做作业 我总是能得到满分呢 还有今天我终于可以离开自己的房间了 当你得到自由的时候 这个空气门就想来可真棒啊 你是知道你还在这个设施的周边呢 是吧 但是如果我多努力工作多打扫 我有一天就可以出去吃饭了是吧 你被允许只能最多外出一个小时 而且还必须要有一个富豪的费斯的成员来监视你 队长就是这么说的 哎呀 你这么说 只会让我更想努力工作呢 那到时候我会邀请贝奇 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贝奇 你 你怎么能这么叫队长啊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叫呢 因为贝奇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他跟雷贝卡关系这么好嘛 那为什么你不能停止你的害羞 尽量变得更友好一点呢 见鬼你什么意思 还要友好一点 我们明明就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你以为这个安全部门到底是干嘛的呀 他俩这个关系好悲妙啊 不过能看出来 我们这个有力的改造之后啊 他现在就是每天都是很正能量的在生活啊 成为一个优秀的犯人吗 应该是 应该还是在当做一个犯人在这看管的 不过他因为太模范太优秀了 所以每天还是可以出去在这显逛的 你知道呀 我很想去北边翅膀 那边的拉面馆的 那个拉面馆还是你推荐的呀 欣然 你怎么知道我的博客的呀 我是有内的看了他的博客 哦 我听说所有人都读过他呢 总之 医生啊 你也会来的是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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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起来并不太接触阳光啊 医生 外面的空气闻起来 可棒了 或者对你来说也是个新闻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哇哦 你就可以去体验你的第一次了 多么棒啊 多么开心的生活呀 闭嘴刺儿瞧 那医生 在这儿呢 是要24小时待机的 以防那些紧急情况的 你可以不要把医生讲成那种 极度反社会的 懒惰的孤僻的人啊 坏了 我除了反社会 我都站边的啊 什么 医生 你会来的吧 对吧 你更喜欢吃哪道菜呢 拉面还是寿司 呃 我喜欢面包 然后 然后我们 第二学校叫做 发Q2啊 新人 不想对他们这么不好啊 要不 还是给你们看一眼吧 但是我们要独挡回来的哦 我们看一下这个发Q2 新人啊 哦 黑话是这种特效呢 我对新人士兵这么说了 你刚才是不是叫我反社会 还有懒人了 你会后悔的 我要把这个东西 打报告 给这个访卖的 我这个嘴好阴暗啊 哈哈 什么 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要道歉 那我听说过呢 你和访卖的呢 在这个设计 你都住过一段时间了 医生 我们并不能确定 一个罪犯的会什么时候出现 就得需要你啊 哦 你住在这儿吗 医生 我也是呢 这意味着 我们在同一个屋顶下睡觉呢 刚才不是在这边存导了吗 我突然觉得好像 不去读档也没事啊 那咱们就继续这么看吧 我以为会选出一个 让新人士兵伤心的选项啊 那样子的我就会读档了 就看起来还蛮有趣的 你是白痴呀 在hacker和hackie之间 是有区别的啊 就吐槽了一下 其实我们不一样 unitas被关在这儿 我是在这上班 虽然是在同一个屋顶下睡觉 倒是没错的 哦 让我们还是点点吃的 然后送到医生的房间吧 我们就可以开party 到明天早上了 哈哈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哦 我忘了 新人 你之后还要和医生工作是吧 那我最好还是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吧 那吃完午餐之后 我会再找你玩的哦 什么 嘿 等等 你想要去哪了 我告诉过你了呀 你是需要一个成员 随时监视着你的 哦 所以你想要跟我一起来是吧 今晚你还这么忙 哎呦 我太感谢你了 哈哈哈哈 我的天 哎呦 这两人变得很有趣了 太有趣了 好吧 那我会带上你的呀 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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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再见了 医生 喂 喂 你干什么呀 你放开我 不 哦 医生 我以为 我我我我 我也会去挑 挑食房间的 我会尽量 会尽量摆脱这个家伙的 停下来 别别搬着我 让我下来 哈哈哈哈 我们这个新人菜鸟 被折磨了啊 好 那么开始审讯吧 医生 我很期待这一次的优秀骇客呢 这是你的第4990次的心灵骇客了 然而今天的工作呢 并不是改造一个目标 而是要充分利用你新的天赋呢 我新的天赋 什么天赋 啊队长 这是 你拿着这个 我来搬吧 他俩拿了一个什么东西 啊 我要让他坐在这 但是你甚至要把这个东西叫做坐着吗 医生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呢 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新人菜长呢 拿着像主机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队长呢 所以拿了个软盘 没错 这个软盘呢 啊 就是我们今天要骇客的对象了 我刚刚有观众吐到说这个骇客并不是一个动词啊 用骇入会比较好啊 我我我 就真的是很随意的那种啊 那我们就说骇入吧 对下啊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那看起来像是个很旧的那种电脑啊 那是一个读取机器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骇入的目标 这张软盘上记录着一个bug变体啊 它非常的危险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机子呢 放到的座位上 然后好像把软盘塞了进去 或者说 与其说它是一个个体 不如说这个bug变异体呢 它是有意识的 啊 我听说的bug 指的是一个人渣的堕落本性啊 bug是一种破坏性的冲动 本身就潜藏在意识里 并没有任何的形态 然而一旦有些意外 或者是有些机会 这些bug呢 就可能会突然爆发出来 啊 就是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真万能啊 每次都会拿出来 拿这个出来举例子 刚才那个过程 就是我们所谓的bug显现呢 bug显现 然后例子就爆出来 变成灾难是不是 刚才我之前讲的也这个意思啊 就像是这种台风啊 龙卷风什么的地震 它的出现呢 是没有所谓的自主意识的 一旦bug在一个人身上去显现的话 会有一种非常危险的例子呢 去传播开来啊 直到这个bug昂者 失去他们的自主 然后消失 也无法保留自己的原始形态了 通常是这样子的 然而 这个bug变体 在清除了别人之后 它还能保留自己的意识啊 所以这就像是 龙卷风是带着故意的目的 去伤害人类的吗 那这也太糟了吧 一旦他们不是人类了 他们就应该直接RIP了 直接安息了 啊 但是等等 为什么这是一张子软碟呢 是某个人把这变体的思维 储存到这里头的呀 是AI Format找到了它 所以它现在在这呢 医生 根据软碟上的这个日期 还有过去上这个事实的记录啊 这个变体就是十年前 在清扫行动里的那个家伙 显然在那场行动混乱之中啊 它攻击了在那的所有人 如果这是真的话 这是月子 它杀了很多我们的人类成员啊 什么 你在讲的是Hotfix在前线的时候吗 Hotfix对抗致命错误 而且成功抵御了灾难 是吧 我听说成员们 接到了每一个 他们见到的邪恶人渣 完全消灭了他们 好像并不是真的呀 你看这个队长的表情 我觉得那场战斗啊 或者是那场行动啊 还是很惨烈的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变体与最鼎盛时期的Hotfix 打了起来 这个变体仍然击败了许多的 Hotfix的人 所以 它就是个怪物啊 这太不可原谅了 但是 事情会这样好起来吗 这个家伙非常的危险啊 尽管这里只有他的思想 我们也不知道这里边 埋伏着什么样的对手啊 医生最近还发生了事故 如果你觉得在他联系的时候 发生危险 还是不要去冒险啊 哦 我们出现了选项啊 第一个选项是 在软蝶里 居然有个思维吗 第二个选项的是 为什么就不把这个软盘 直接打碎呢 啊 对啊 打碎他 那我问了防麦 我真的要害入他吗 为什么不能直接打碎 这个软盘呢 好吧 网到主意啊 医生 当然 这个磁盘呢 将会被物理性的粉碎 在你害入之后 那你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必须确保 他完全的毁灭 不能再生 对于bug们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进程 然而我们对人类是不能这样的 医生 你今天的目标呢 就是要摧毁这个软盘里的bug病一体 你不能允许这样可怕的bug存在着 尽管他们已经变成了数据 所以就是说 我们要破坏他的思维 给他毁坏 彻底毁灭 毁灭之后呢 然后再把这个软盘 让物理性粉碎 可能如果不害入的话 他可能就有机会 他会再生出来啊 就像经典的一些什么电影 和动画里面的那种套路一样 医生 你准备好了吗 我 我很OK啊 兄弟们 我们就靠你了呀 天才的心灵骇客 医 医生 我祝你好运 让我们开始吧 医生 是来到了软盘里的空间啊 能看到一些家具什么的 就像是来到了 那个bug的家 有没有 医生 已经确认扫描到了bug的遍体 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 没看到东西了 在哪里 他不会突然能大脸出来吧 你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真无聊 如果你是人类的话 你就把你的血还有肉啊 弄当这个地板吧 就像人类一样 然后痛苦的身影 给我愉快啊 在这里这个英文啊 就是你是人类啊 其实更像是 更准确的意思翻译过来 就是如 如是人类啊 就是像讲文言文的那种人啊 但是 我必须要称赞你啊 在我的空间之下 你居然没有一点退缩 过来吧 我会把你的脸上的皮 小心地剥下来的 我们再找啊 这人在哪呢 在哪呢 看不着啊 只闻其声不闻其人呢 如 还要站在那里多久啊 来呀 我说了 嘿呀 往下看 蹲下来 我在这儿呢 呃 哪儿了 哦 是个好小的一个小家伙啊 哈哈 哦 虽然我能遇到到 有一个罕见的拜访者 但是看看 嚕着愚蠢的脸吧 别担心啊 可怜的人了 我会用我的剑 准备好的 就像我对待 其他的蛆虫一样 慢慢来 啊 我的脸因为那些回忆而悸动着 当我看下那些人类的肢体时 哦 他们会哀嚎 这声音真甜美啊 哎呦 突然有刀拿出来了 还行 回答我 如物到底是谁 你能配着上 为我的剑解渴吗 好好 我们就选黑话选项啊 第一个选项是 嗨 我是新能骇客 第二个选项是 这里怎么有个娃娃在讲话的 哈哈 坏一点 咱们这次当 就当小坏人啊 等我注意到 这个小家伙的说话方式呢 非常的古怪啊 是很古老的那种 你 你说什么 你可不要从我的外表 判断我呀 你个笨蛋 我这个外形又不是我自己选的 我的外表 是被偷了呀 是的 就是那个叫 教授的混蛋 他把我放到这个笼子里头 我跟你说 我比你可要高呢 以前在战场上 我厮杀人类的时候 我的高度啊 是能够服侍你的脸的 但是 这个 这个该死的教授啊 他们把我变得这么迷你 当我离开这个笼子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那些混蛋啊 在头砍上来 然后确保他们的高度呢 就跟我一样高 啊 我听说过 你的很多故事 精神你能操纵心灵 然后会灭bug是吧 好吧 所以你是带着 你是人类的拯救者 的这种想法 来猎杀我的 很好啊 我逐渐已经厌倦了这个破笼子了 我会陪你的愚蠢耍耍的 如果如果是想要神是我 那你就看看我的深渊吧 虽然我不知道 你看了之后 是否还会安全啊 这么狂啊 这么狂啊 现在让我看看吧 万能他人思想的下场是如何的 疯狂还有悔恨 不会把你整个吞噬掉的 你甚至都不知道到时候要该向谁求饶啊 啊 我们这个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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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么装哦 什么 这个容器上面写的C呢吗 对了 这个人叫C呢哈 这只不过是教授强加给我的名字罢了 用你的眼睛好好看看我吧 首先我要看一下目标的记忆 然后就会开始嗨入的啊 来来来 挺有意思的啊 有种反差萌 有没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啊 哦呦 这个家伙和之前的家伙和不一样啊 他还没阻止我 好 那我就给你打回去 还是能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了 哦 人类 人类 多么崇高的乐器啊 他们的血和肉 能发出美妙的声音 我太爱他们了 我 C呢 第一次从我的主人那里感受到了爱 我的主人是致命错误 他重新创造了我的身体啊 爱这个词 从人类的嘴里说出来 是多么的无聊啊 人类怨不懂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啊 爱 是给予价值的行为 去爱 那就是要去买这个价值 而被爱呢 就是要服务于一个了解你的价值的人啊 了解你到什么地步呢 到你的骨头 这种地步 我的主人对我的声音许愿了 他们把我活活打碎 折磨我 让我一直在痛苦和害怕之中 呻吟着 他们很爱我的声音啊 我的身影 我的主人向我许愿 所以我只是全心全意的回答他们 Bug们 也就是我的主人们 他们是纯粹的那种毁灭冲动啊 那个完美的存在 他找到了我呀 哈哈哈哈 脆弱的人类们 可不能忍受那炙热地狱一般的爱 那毁灭的祝福啊 但是我是理解的 因为我被选中了 我来教你吧 我是一个真正爱人类的杀手啊 我是我的主人派来的表演者 我懂得人类真正的价值 然后让他们哭得非常甜美啊 就这里大家可以理解吗 他的口感就是完完全全是那个 Bug的手下的感觉啊 他自己呢也确实是一个完全变异的Bug啊 哦人类 我太爱这些乐器了 他把人类比喻成乐器啊 那我想知道如又是如何歌唱的呢 啊 就已经结束了一些段了嘛 这个家伙和我们之前遇到的两个罪犯 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 兄弟们 嗯 这更像是直接跟Bug战斗了啊 哦 解决 打了个响指啊 蛮帅的 十点前 人类也被聚集在一起 要打败我的主人 我曾经是他们的一员啊 知道我的主人 重新塑造了我的身体 没有一个人是懂得我的真正价值的 整个战场都一片混乱啊 在前线的黑暗夜晚里头 侦察兵的部队也是离死亡很近的 但是我并不想把我的生命浪费在其他的垃圾上 我做的所有事情只是为了活着 我比任何人都能巧妙的躲避痛苦啊 我从战场上逃跑了呀 而且没有一丝的羞耻 我并不在意他的死活呀 一旦我完成我的角色 活着回到小镇 我就会拥有我的钱了 更像是雇佣兵啊 那这里好像我翻译错了一个单词啊 这里有SC O U T S 我翻译成是侦察兵 但从这个上下本理解呢 这里应该是一个守卫的意思啊 根本就不需要守卫啊 那个看到人类邪恶的机器啊 他只会建议我们 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杀掉所有人 这个机器为止就是那个AI吧 你能看到人类有一点点邪恶的地方 直接给他杀了 而这个CNN呢 他应该算是守卫兵 那这些破碎人类 他们吐出了毁灭的东西 那只需要点一把火 把他们杀了不就好了吗 那个机器说的还真对呀 那些愚蠢的垃圾 他们看向了我 这种感觉 就像他们看着那个机器一样 带着那种厌恶和不屑的目光 但是我的主人选择了我呀 以我的智慧的方式 我重生了 我们可以历史上 在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bug清早行动 应该是把所有 有那种邪恶特征的人呢 反正有潜在特征的人 都给抓起来了 而这个CNN呢 当时应该是个雇佣军的身份 然后当这个守卫啊 看管着那些人 CNN呢 是不太喜欢人类的啊 他只是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啊 活着 然后拿到钱 那当时在场的 应该还有个机器 这个机器是不是AI 我不好说啊 好我们继续看 我就是我主人的乐器 是人类血和肉的表演者啊 我成为了一个 懂得并给予价值的人啊 现在痛苦变成了快乐 我的身体属于我的主人 我的爱将散布在人间啊 我这充实的第二人生啊 不再有恐惧可以侮辱我 其他人也不能瞧不起我 这里指的第二次生命啊 应该就是说 它变成了bug这件事 唉 那该死的教授 我又怎么能逃离这个笼子 然后继续让人们唱歌呢 这个让人们唱歌这件事啊 就是身影啊 痛苦身影 而且这里提到了一个教授啊 这个教授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后面才会有 反正就是 把CNN关起来的人啊 人类是无意义的 只有死亡降临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才对吧 但是这种想法我错了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 我有一个小兄弟啊 他生来呢 就有一种疾病 医生说他活不过两岁 而我的父母呢 近年在拯救他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的家庭很穷啊 我的父母紧抱着要死的婴儿 相信他们能拯救他 那父母们就兜售他们的财产啊 减少我们的食物 甚至他们还变卖了自己的器官 他们两个都被榨干了呀 首先是妈妈死了 之后呢 是我的兄弟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父亲也被逼疯了 最后他投河自尽了 独自一人 我突然意识到 所有的生命并不是平等的 软弱的生命是不配活下去的 这个家伙毁了呀 完全就是因为这个软弱的胡闹 他要活下来 他把这个怪于他的那个弟弟吗 我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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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垃圾们 抛弃了我 为什么我要遭受这样的苦难呢 就只是因为我跟他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之下嘛 不知道要去哪 也没有人要依靠 我通过喝泥巴 活了下来 只要我还有钱 还有生命 我就值得活下去啊 我不顾一切的想抓住我的钱 我的生命 我的价值 最后 我在一个隧道的尽头 看到了一道光 通过参与致命错误的猎杀 我可以去杀掉那些破碎 没有价值的人来 拥有自己的双手 好家伙啊 就是这个bug青草行动 反而给了他 这种人 怎么说 一个杀人的借口 我可以教教那些软弹的 从我生活里抢走了一切 他们的价值是有多么的渺小 最终 我也不需要生命 我也不需要钱 而是我的主人给了我的价值啊 现在我理解了 我错了呀 所有人都是有价值的呀 哪怕他是个垃圾 他们仍然有价值 什么价值呢 乐器的价值 他们可以痛苦的身影 来取悦于我的主人 我的主人 非常的爱我 从高乐乐器 在经历我痛苦的折磨之下 发出了甜美的哭声啊 尽管呢 余准教授说什么 这都不跟价值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所有的东西 都有他自己可爱的地方 哈 那么请告诉我 那为什么父母不知道 他们还有一个活着的孩子呢 我们又绕回去了 他问题的根源 就是在这件事上的 好 这里要输入指令和遵守吗 看一下 不是 后面这背景怎么变了 那像来到一条血河一样 那个教授 他们就是把我锁在这个小笼子里的人 他们抓住了我 我是致命错误的利刃呢 我问了这些家伙们 他们到底在计划什么 但他们只是想要跟我聊聊 他们叫我C诺 然后让我去听他们说话一整天 这跟我主人的折磨比起来 感觉更长啊 难以煎熬 我不理解 当我说这个封印的地方 令人窒息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这个房间给拓大 当我说这个地方我已经厌倦的时候 他们就会帮我把这个地方装饰起来 因为你喜欢切东西C诺 所以我做了一个厨房给你呢 他们是这么说的 好吧 至少比之前是好了 你还挺开心 你这个表情应该是挺开心的吧 这件事情呢 讲的都是说C诺被教授啊 给抓起来 然后对待了这种事情 我恨死这个教授了 但是他们并不是毫无价值的 尽管我也不能说为什么 那他们就是和那些垃圾又有点不同啊 所以这个C诺是不是被那些教授有点感化了呀 哈 教授说了呀 C诺就指着非常的不幸运 就指着这么简单 多么愚蠢啊 你还可以再重新来过呢 C诺 没事的 所以他们这么说 他们甚至说 我成为毁运的化身 只是偶然 而并不是因为什么 我被我的主人选中了 骗子 就是骗子 如果那折磨取折的爱 只是一个巧合的话 那C诺的价值又在哪里了 嗯 那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吧 因为我的骨头被击碎了 那我非常痛苦啊 因为死亡都哭喊了出来 如果那个祝福不是爱的话 那什么又是爱呢 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我这里是不是有点那个 叫那个叫 那个叫什么病来着 斯摩德哥尔什么综合症 这个C诺是不是 被那个bug给POA了呀 他现在就一定要找个原因 因为好像是 他变成bug的时候 被痛苦的折磨了嘛 然后他把这种痛苦呢 强行去找一种正当性 强行的认为 这是什么主人对他的爱 如果不是爱的话 他又搞不明白了 我觉得这肯定是 被斯摩德了啊 斯摩德 从另一面来看啊 这个教授对他确实很好啊 那如果没有价值 或者是没有原因的话 那人生就是一堆垃圾啊 我无法理解 这让我非常的困惑 这全都是那个教授的错 C诺不会再变了 C诺是真的不想 以后再重新制造了 哦 我想逃离这个牢笼啊 我需要我的师父啊 哦我的主人 哦开始黑客吧 好这里我们可以进行骇入了啊 但是我突然玩到这里 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 这里和我玩的第一遍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和我玩的第一遍 完全不一样 可能是我中间 有些选项选的不一样 我怎么感觉 中间有些剧情没见过呢 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啊 选择们 反正我们进行骇入了 开始吧 那我觉得有可能 跟我这张选的黑化选项 太多有关系 不清楚啊 总之我们继续啊 继续 我刚才为什么那么说呢 因为在我之前 玩的那一遍的的时候 他描述了自己啊 被主人疯狂的折磨 讲述了 他是如何变成这个bug的 就是说他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啊 变成粒子 又变成肉体 然后在这种无限的循环之中呢 他又逐渐保留了意识 所以他就把这种过程呢 理解成是主对他的爱 要不然他就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痛苦 因为像其他的bug嘛 变身的时候 他就只是直接变成粒子 然后爆炸就完事了 这个Cino其实并不是的啊 在我之前玩的那个版本里头的剧情对话是 他变成了粒子又变成肉体嘛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不过在我们这次玩的版本里头啊 这里更多讲述了Cino和教授之间的关系啊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边会觉得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随便说一下啊 这边都有很多单词 这次的画面挺有意思的 周围全是三角 然后中间都是滑 我看有人说这个三角是代表这个bug 这些单词呢 我就给大家稍微看一眼 咱们直接跳到后面吧 拯救 仁慈 好 完成了啊 来看一下对话吧 哦 他的刀都变成花了 一伤 看起来你成功的综合了bug呢 那我们这次的目标并不是改造他 而是彻底把他抹除掉 请毁坏他吧 哦 那我之前看到大家在前面的视频 可能会有些争论啊 就是说哎呀 他的罪犯为什么要同情他 我觉得这些罪犯他犯下了罪 他就是要死 他就是要得到一定的报应的 好吧 怎么只不过更像是一个犯罪心理学家 看看他是如何变成这个过程的 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毁坏他吧 啊 好安静啊 这都毁坏他了吗 哈哈 哈哈哈哈 哦 这就是证据啊 想象一个人类啊 他有如此的强烈的破坏的冲动 这样人是存在的呀 你知道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嗯 这是因为我们是一样的呀 你和我 我们都有一样的欲望 说吧 星陵骇客 你也是在寻找你的愉快吧 通过玩弄其他人 难道你不是吗 你越爱一样东西 你就会越想看到他们的痛苦 不是吗 你不要跟我隐藏他呀 没有用 因为我能在你的眼睛里 清楚地看到他 哈哈 作为你的同伴 我应该教教你这些东西的呀 你到人类面真的相信了吗 相信世界毁灭被阻止了 从我的主人那里 人们真的信了吗 在我的主人们显现之前 他们就已经把我的主人给打败了 主者的世界末日 哈哈哈哈 那 多么开心啊 十年前的那一天 毁灭的根源并没有被斩掉 我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样的狡猾按摩法 但是那个可恶的人 把我的主人 封印到他们的身体里头 作为一个新的容器啊 哈哈 你现在明白了吗 灰坏的甜美滋味 已经开始传播起来了 从一个人这里传到另一个人那里啊 我的主人 他们暂时显现了 那一瞬间 就把我重新创造了出来 可是这多么令人痛心啊 都只是那一瞬间的显现 我的主人在灾难发生之前 就已经被封印了 我自己想让大家先解释一下啊 这个十年前的这个 八个青草行动啊 就是要对抗这个 the fight error的致命错误的嘛 也是这个Sino提到的主人 人类其实是很难封印掉这个致命错误的 不过呢 他们在致命错误 还是在萌芽阶段的时候给他们封印了 就很好封印 所以才能胜利的 那这里Sino说呢 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 其实他们是显现了 不过就是显现了一瞬间 创造了这个Sino 然后才被封印的 是这样子的 我的主人至今还沉寸在 那个人类的身体里头 我的主人睡得很沉啊 也就是意味着 那个封印的人 他其实很危险啊 他身体里装着这个致命错误 那教授们 叫这个人类容器啊 为英雄 哈 有意思了 那英雄是不是也有可能 变成最最最最危险的存在啊 这个英雄这个家伙啊 就是封印了致命错误的人 这个被教授冲到龙镇 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英雄封印的副本 多么可恶啊 就是为什么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叫英雄的家伙 然后我要指引他 让我的主人再次显现出来 然后接受他们的爱 我必须要以某种方式逃离这里 然后抓住这个该死的英雄 我要解放我的主人 好啊 像你这样的人 你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你其实很适合让我的主人回来吗 说吧 谢了的骇客 你想要对我干什么 就随你的变吧 随着你的欲望 找你的冲动 找那些低语 去做吧 让我无法被修复 把我的味道 刻进你的心里吧 随着那一份冲动 你将会让他们 住在你的心里啊 哇 这感觉 我们毁坏他了 会不会 哦 毁坏了 毁坏了 哈哈哈 延续小巴掌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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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我刚才有说啊 就是我们毁坏他的话 啊 我先看这个剧情 哦 我 我的思维 啊 啊 哦 现在停下来了 我刚才想说的是啊 就是一旦我们毁坏他 那就是反而如他所愿了呢 我们就变得更加的邪恶 然后最后呢 可能这个致命错误 就会到我的身上 结果说是神大师快 我们这个主角动手超级快的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对边的C能也没有反应过来 他嘎嘎嘎一个连举小巴掌 然后刚才这边的对话 都不是我点的 是自动进行的 好我们就来看 C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开满了花 你做的很棒 一声继续毁灭他吧 等等 我已经完全看过你的力量了 足够了足够了 这音乐好酷啊 我们知道选哪个选项呢 这里有个选项在这发光发亮啊 我们选这个选项吧 那是你让我做的呀 随着我的意欲往来 好摸出他吧 我问了一下这个Bug变体啊 他们是否满意我所做的呢 我我没有 我没有说让你做这么多 你这该死的 不要觉得你能逃离这个 我将不会让你轻易的死的 我在你还活着的时候 我要把你的肉都挖走 我毁坏你的骨头 这样你的容貌就不复存在了 是吗 所以这就是爱吧 我问了这个变体啊 如果他们想伤害我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也在爱我呢 安静一点 谁想要爱你这种该死的家伙 很不幸的是 我的猎物啊 都是温顺听话的人类 而不是像你这样的混蛋 所以这个C头是不是以为我毁不掉他呀 他可能只是想激发我毁灭的欲望 他也没有觉得我能干掉他 只想让我变成他的同伴 结果没想到我真的能干掉他 这些害怕了 你不许再说话了 我不想再听你说了 我不喜欢你 那我觉得你是不是恨你自己呢 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的主人他爱我 我 我 没有一个垃圾能注意到我 但是只有我的主人 他找我呀 我的主人 他爱C呢 我认为 可能 这些花 这些花 让我疯了 停下来 不要随便挖掘我的记忆呀 继续抹粗 停下来 不要再更多的 会崩塌的呀 我请求你停下来 我们组绝有点帅的 兄弟们 哇 变成了一滩水呀 我的身体 融化了 我 我是 我不是个失败者 我也不是垃圾 我也不是失败的人类 我也不是失败的人类 在死亡最后一刻 他叫的名字不是他的主人 是教授了 所以他知道教授对他也挺好的 但我们还是要毁坏他 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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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人 我对不起 C动好没有用 就是个失败者 C动是 C动很平庸 没有价值 我们没有 没有毁坏完事呢 还要继续 就把所有的花 摘下来吧 别伤害我 我的主人 原谅我 继续折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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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半个群人已经被消除了 失去连接 哇 骇入完成啊 这次的剧情 也依然精彩啊 兄弟们 出色的工作 医生 你真的是最棒的心灵骇客 每一次都是那么的完美 你的才华无边无际啊 更重要的是 这次的工作 还揭示了一些有趣的信息 队长 雷贝卡 有些东西 我想要确认 十年前 被称为致命错误的 灵骑bug 在它显现之前 就被抹除掉了 对我们的双手 草租行动 以一次完整的成功 结束了 这个世界被拯救了 这是对的吗 这是对的呀 没有什么错 报告有着这么说的 草租行动完成了那次任务 然而 这个bug被你却证明 它是由 Fighter Error 创造出来的 什么 哇 这 我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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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摇起来的 这 它生成 它是由 致命错误创造的 所以 这 与 事件的 时间 顺序 有错误 还有 更重要的是 它坚持 致命错误 没有被摸出掉 在这个世界的 某些地方 有一个人 他仍然有可能 变成 灵级的bug 啊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但是 这是十年前啊 遍体 踢到了 叫做 英雄的人类啊 很显然 这个英雄 生活在 平民之中 还隐藏着 很危险的bug 那么 就有可能了 在某个地方 灵级的bug 致命错误 它难道会再次 显现 导致灾难吗 如果真的 引起灾难的话 那这个伤悟人数 将和那些 常规bug比起来 无法比较啊 虽然 这非常正确 我们必须要寻找 这个叫做 英雄的家伙 马上 然后要魔术掉 灵级bug 我很抱歉 打扰你们 但是 如果这个说话的bug 它是一个邪恶的家伙 是不是也有可能 它在对我们撒谎呢 我们是不允许 灵级bug 存在的一点点的可能性的 我的职责 就是要毁灭它 这个灵级bug 一定不能被允许存在 这件事情 必须帮命 我将亲自 自己进行调查 每个人 请清扫这片区域 请离开 等等 是谁在最一开始的地方 抓住这个遍体的 放到磁盘里的 那个叫做教授的家伙 是不是 到底是谁 把它变成了数据的 而不是毁灭它 这跟你没有关系 请不要把这个 跟别人去说 现在医生 请好好休息 还有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今天你所在这里 听到的任何事情 你需要为我承诺他 我的医生 好吧 承诺 我理解了啊 然后我也会把它 当做秘密的 好 我之爱的 合作的医生 你可真有感啊 你对那个bug 没有展现任何的仁慈 你就是历史上 最棒的 新鲜的骇客了 我就靠你了 好的 但我觉得这个味道 完全不对啊 兄弟们 这个AI太有问题了 总觉得每次玩这个游戏啊 完了越多的内容 谜团就越多 但也越带赶啊 总是回到自己办公室了 然后还要看报告是不是 但这个AI这次 还是对我进行夸赞啊 然后还要看报告 看一下吧 那这个消灭目标呢 完成了 而且它这个软盘呢 也被彻底的这个粉碎掉了 就没了啊 就没了 把它放走吧 然后把这些档案 放到柜子里了 什么声音 怎么办 跟着装修呢 这是 有噪音我要去看看 咦 又他俩 你最好还是不要说 那愚蠢的东西了 你这个笨蛋 听着好吗 今晚医生害入了你啊 你还是个罪犯来着 我可不会对你放松啊 如果你再说一些 奇怪的那种话的话 我就把你的刺头给打下去 什么 你知道我不要啊 新人 你这样会伤到你自己的手的 这人 我不觉得有利的 他 与其你说他乐天吧 他有时候说的这种话吧 挺样怪气的 哦 医生在这呢 让我们来问问他吧 嘿 医生 住手啊 不要引起任何的麻烦 听着啊医生 我有个重大发现 我现在要告诉你 好吗 你准备好了吗 好吗 所以 人们有五个屁股 哈 沉默 人们真的有五个屁股 那我开玩笑的吧 是不是很惊讶啊 哎呀 让我解释一下吧 哈 首先呢 一个屁股啊 被钉一层 是两块柔软的肉 然后夹在了一起 是不是 如果按照这个来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手肘啊 还有膝盖 还弯起来 你看看 这一个屁股 这一个屁股 这还有一个屁股 啊 这也有 啊 这里也有啊 人类 有五个屁股 我怎么感觉有力的跟谁的病一样 来吧医生 现在怎么就不能用他的头脑去理解这惊人的发现呢 医生 你试着向他解释一下吧 哇 好一个反客为主啊 呃 我们选什么 为什么你不写一个报告呢 或者第二个是 没有更多的这个仓鼠 几岁了吗 我们选上第二个吧 我们提一下这个仓鼠的事情 他还记不记得呀 那我问了这个海仔啊 是否还会 再去几岁那些 仓鼠吗 啊 仓鼠 你在说什么呀医生 他完全不记得了啊 被我们 黑入了吗 已经 我不理解啊 那你不应该去几岁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 就如你所想的呀医生 这个家伙 现在同情动物们了 人们难道真的能改变吗 我的意思是 不会吧 真的不会 他就是个手肘 啊 在这个对话就比较抽象了 这就是个手肘是什么意思呢 就要是这个问题 他去比喻一些什么事情 就比如说人渣 能改变这件事情 我们换成手肘和屁股 手肘就是手肘 屁股就是屁股 他不是不可能被改变的 但是如果像这个海胆头说的 手肘也可以变成屁股 那就是可以改变的 就是观察事物的这个角度吧 这么解释 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不管有多少多余的肉啊 你带你伸展你的胳膊 那手肘它就只是个手肘啊 事情是不会那么简单的就改变的呀 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呢 这些事情都是 他这个比喻其实挺有意思的 一想想 发生什么事了吗 有很大的噪音啊 哦 贝奇 哎 你听到过了吗 人类有五个屁股啊 你个白痴 别这么清脆的教我们的队长啊 队长 请忽略了五个屁股的事情吧 这一点也不重要 什么 五个吗 嗯 这可 这挺起来还挺难的 因为这样的话 不就会有十条腿了吗 队长居然认真地思考这个事情 那我可不是说有五个垂直的屁股呀 天哪 让我带你回去吧 队长 请原谅我们 新人是不是受不了了 不想听他鬼扯了 哦 那么好吧 再见了 贝奇 还有医生 最后也不是 也不是说这个新人把他带走吗 那不是海胆头把他把新人带走吗 那最后见了 我告诉过你 不要那么叫医生 还有别别把我捡起来 别拎着我 还有别搬我的 啊 哦 新人被带走了 但我说实话 刚才那个对话呢 虽然看起来有趣轻松 但是实际上隐藏的信息比较多啊 可以看到这几个人思想完全不同 主要是在这个事物看来的角度上来说 收手就是收手 还有收手是不是要能成为屁股的这个事情 那按照这个发展的话 很有可能我们的新人就是无法理解 收手是屁股的事情 所以他最后可能会成为一个 要与我们对抗的一个角色 有可能啊 哎呀 看起来他们两个人相处的还挺不错的呀 他说什么 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的改变是吗 我应该告诉他呀 他不必相信这种可悲的事情 收手也是可以改变的 他总是对自己没什么安全感呢 他担心自己啊 这是碰巧进来的 这个新人视频确实很在眼 被别人说自己是碰巧进来的 医生 那你能后面经常给他一些鼓励吗 我不太擅长说这些话呀 你真的很好 这是一个手肘 我就说你真的很好吧 我告诉队长没有必要这么认真去想这个手肘 还有关于屁股的话 哈哈哈 谢谢你啊 你是对的 我可能想太多了吧 我觉得没有想太多吧 作者把这段话放出来不就让我们看了吗 这可能是有意义的 但是人类和事情是会改变的呀 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呀 有些时候 你可以到达山的山峰 不是通过左边或者是右边 而是从一条甚至不叫做路的路 有的时候 当你在决定是要饿死还要上吊的时候 你却能成为安全部门的队长啊 这就是雷贝卡自己的心意嘛 那我也想说下去了 我还在想最近没有什么人看视频 最近就有好多人看视频了 确实很突然呢 别介意啊 我只是在说很多事情是无法判断的 他是积极的还是消弃的呀 我觉得如果他能这样看来问题的话 可能他的生活会轻松一点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想帮助他的呀 因为我是他的前辈啊 我是他的上司 这全都是你的错呀 我现在在这里特别的忙 他突然说我是不是我的错 那我只是开玩笑的呀 我想尽量像你一样说话呢 医生 然后我们 No No 你这个玩笑开的不是太好 什么 难道我不只对说话不擅长 我对于讲笑话也不擅长吗 当我遇到一些麻烦事的时候 我撒谎 我装傻 我都是不擅长的 你懂我的医生 好吧我要走了 刚才正要处理这件事呢 那你处理这个遍体一定很累了吧 还是好好休息吧 哦 还有一件事情医生 谢谢你啊 能活着回来 我很开心 你很安全 再一次能见到你啊 哦 怎样 最终结束了 我们说的内容都没了 兄弟们 你们看到这里感觉怎么样呢 吹更也更不出来了啊 就等制作组再更新了 在这个游戏玩完之后呢 我们下面有个多余的资料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些资料的啊 这里能看到有腻的 他的音乐 能听一下啊 然后还有亚马穆拉的音乐 其实亚马穆拉这个音乐我很喜欢啊 这边就都是一些音乐什么的 哎 这有个file啊 有个文档 这个博客呢 记载着这个零级bug的清除行动啊 这边有很多的伤亡 但这个报告是非常粗略的啊 非官方的文件的数据表示啊 有80个人以上死了 我猜当局呢 是出于某种原因 想要隐瞒这些死亡人数啊 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理论 那么有传言说啊 在战场上啊 当时看到了一个像死神一样的存在呢 关于他的身份呢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因为我说他是这个官方政府的杀手啊 也有可能说他是在这死掉的鬼 有人说这个死神杀掉的人啊 跟那个扫荡队是一样多的 我将会继续调查这个东西啊 这人是谁 这人不会就是C诺吧 可能是吧 哎 前面那俩人 他们怎么有档案呢 等一下啊 我们可以解锁所有的档案吗 这是在游戏通关之后 可以解锁所有档案的 我来解锁吧 看一下 拍一下电脑 现在三个案子的这个档案全被解锁了 看一下 哇 这么多档案 难不成 我们通过不同的对话 选择可以解锁一些新档案 哦 这样子的呀 那我继续看这个C诺的档案 在我的上篇文章中呢 我讨论到这个死神的家伙啊 我找了多数这个消息源啊 然后说明啊 就很多起毛沙呢 并不是清少小队干的 而是别人干的 那幸存者那边呢 有一份简报上面记录着 现场的有一些情况啊 挺有趣的 很显然啊 在战场上的人们呢 那互相会告诉啊 你一定不能哭或者是尖叫 这个信息会吸引那个叫死神 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啊 我觉得它就像个联系环杀手 但是它更神秘一点 总之我继续我的调查 还有我可能中大奖了 我发现了一些机密的信息啊 我成功能看到一份副本啊 Hotfix的零起一半个 扫除行动的报告 在下一篇文章里呢 我会更深入地研究这个报告的 好的观众们 我们回到主页了啊 我们档案呢 就不读了啊 因为刚才读了两份档案 发现其实和我们知道的 也是差不多的啊 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啊 写描写的更多 关于这个世界观的一些东西 因为如果真的把那些档案 都读完的话 可能这个视频又要加 半个小时了吧 我觉得这期实况的长度 出来已经很长了 那我就不这么搞了啊 因为毕竟我就是玩这个 实况流程的 说实话已经没有 新的彰节内容了嘛 所以说下次更新的话 就要等这个官方 更新第四章出来 但其实也可以给 这个游戏里的信息啊 做下补证啊 也能再做一期 毕竟这次我们第三章 玩的这个剧情 其实和我第一次玩的剧情 有点不太一样啊 对话有点不太一样 单结局是一样的啊 大家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视频区留言 让我知道啊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